航母作为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堡 其实里面的很多基础设施都很齐全 商店和ATM机也是存在的 虽然士兵日常吃喝不必花钱 但难免有些个性化需求 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 在美国航母上消费需要现金还是刷卡 美国航母会准备多少备用金呢 虽然现在移动支付已经在国内普及 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等等移动支付方式 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已经很熟悉了 但对美国舰员并非如此 美国航母上还没有支付宝 如果想要在航母上的商店买东西 还是需要现金结算 当然也可以用卡 就是舰员自己的现金账户 所以航母上准备一定量的备用金很有必要 要给航母上的ATM机里存满足够的钱 可以让舰员随意支取在航母上的商店 自动售货机等场所消费 另一方面航母停靠某个小岛后 舰员如果要上岸消遣一下 不管是喝酒还是泡妞 也都要用美元啊 所以美国航母的备用金 很大程度上是用来保证舰员生活基本需要 毕竟一出海就好几个月的时间 舰员们在航母上根本就待不住 是要上岸就要花钱 而且是现金 除此之外 航母的正常维护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像补充新鲜淡水 倾倒航母垃圾 购买新鲜蔬菜和一笔食品等等 航母维护和后勤服务都需要现金支付 和很多小国家打交道 现金交易自然是最方便 也是最省时的做法 当然 如果美国能像中国一样 将移动支付 普及并随时连接热点流量 估计今后航母上的备用金也会越来越少 唱到出门从不带钱不排队的甜头 美国大兵们也会爱上支付宝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